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很不太平 每年都要征兵去抵御外敌 这一年轮到了木兰的父亲 可是木兰父亲体弱多病 怎么能经得起战争的折磨呢 无奈之下 木兰临机一动 想起了替父亲去从军的办法 后来木兰在军队里的表现怎么样呢 他有没有被认出是女而生呢 想知道结果吗 那好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木兰从军 隋朝的时候 有个女子名叫花木兰 木兰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她和姐姐在家里织布纺纱 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赚一些钱财补贴家用 父亲和弟弟耕田种地 母亲在家缝缝补补 烧水做饭 一家人其乐融融 生活得很平静 很幸福 那时候 国家很不太平 朝廷每年都要从民间招大量的兵力去抵御外敌 这一年 朝廷又下告示说 由于边关的形势很紧急 敌人的力量十分强大 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 要招十几万人去参军打仗 每家每户 不论年龄大小 都要出一个男丁去参军 按照规定 木兰的父亲也应该去守边关的 可是他以年纪大了 又有病 哪能去得了遥远的边关 更做不了带兵打仗的事情 去了岂不是白白送死吗 一家人都非常着急 母亲在一旁哭着 父亲则愁眉不展地咳嗽着 木兰支着布心里很着急 他很心疼自己的父亲 父亲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去打仗呢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弟弟还小 自己和姐姐都是女的 木兰陷入了深思 已经是深夜了 木兰迟迟迟不能入睡 眼看明天快要到了 突然 木兰想到一个办法 我可以穿上父亲的衣服 女扮男装 代替父亲去打仗 想到这里 木兰非常高兴 木兰从小就是一个男孩子性格 经常跟父亲习武 小时候要是有人欺负姐姐 她都会去找人家算账 因此其他小朋友都怕她 第二天早上 一家人都非常沉痛 只有木兰心里乐 她有救父亲的办法了 母亲很早就准备好了饭 父亲也强忍着病痛的身体 起了床 父亲准备吃了饭后 就去应张当兵 大家都坐好了 可就是不见木兰的身影 一家人坐在桌旁 默不作声都很难过 可是好一会儿 木兰还没来 姐姐就去木兰的房间找她 姐姐一进木兰的屋里 吓了一跳 她没有看见木兰 却看见了一个 身穿父亲衣服的男子 她非常惊讶 正要喊叫 却听到对方说 姐姐是我 我是木兰 我要替父亲去从军 姐姐仔细看了一会儿 才认出来是木兰 她知道木兰的胆量和武功 穿上男装就是一个男子 别人没人能看出来 所以也表示赞同 姐妹俩一起来到了堂屋里 父母亲一看 还以为姐姐领了一个陌生男子来家里了 正要发火 木兰赶紧跪下 说 父母大人在上 女儿木兰给你们磕头了 父母亲惊呆了 让她起来 木兰就把替父从军的事情 向父母亲说了 父亲不同意 她不放心地说 残军打仗不是儿戏 不像你们小孩子之间的打架 那是要动真刀真枪 要出人命的 再说 万一让别人认出你是女的 那就犯了欺君之罪 是要杀头的 木兰说 这您就放心吧 我自幼跟您练武 技术很棒的 没人会认出我来 就连生我养我的父母 都没有认出我来 谁还能认得出我来 最后 木兰说服了家人 就替父参军去了 就这样 她在边关征战了十二年 大规模的战争也参加了十几次 却没有人认得出她是个女子 后来战争结束 得胜归朝 因木兰有功 皇帝要嘉奖她 赐她做上书郎 但是木兰却拒绝了 她回了家 在她的闺房里脱去了军装 穿回了十二年前的衣裳 并做了一首树边诗 讲了这一切的经过 后来 有很多人都在传颂这首诗 并都对她赞赏有加 听完这个故事 我们不禁拍案叫绝 木兰身为一个弱女子 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为父尽孝 替父从军 她能够在军营里十二年 没被认出是女儿身 并且取得战功 最后活着回来 真的是极其艰难 这需要极大的孝心 勇气和智慧 就凭这些 木兰就无愧于 金国英雄的称号 小朋友们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在打仗的时候 人非常容易死亡 木兰顾及父亲的安危 不愿父亲去送死 所以不得已裁女扮兰装 替父亲去从军 这是非常悲壮的事情 一点也不轻松愉快 但这也正体现了 木兰对父亲 极大的孝心 小朋友们 虽然我们现在处于 和平年代 用不着替父从军 但是木兰的孝心 却依然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 我们要好好爱 我们的爸爸妈妈 替他们分忧解难 做他们的好帮手 你们说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